你從後面也可以看說這個人有沒有暴力的傾向 或他情緒的 還有他整個體質怎麼樣 所以可以來判斷這個人 是不是 是不是可以當我們未來的幸福 這個也很重要 那因為那麼多年的研究 那我們也可以跟人格還有靈性 這個接下來有我們其他醫師會再來講 這時候我們就回過來談到我們台灣在 洪魔 洪魔是在1988年 我先從這張照片 這個是去年台灣國際洪魔學會成立大會紀學府淵討會 5月13號的照片 這個是我們劉羅里市長 這是從美國來的賴教授 這一位是朱愛河教授 這位是崔九教授 這位是中國醫藥先生的張洪魔學教授 那我先介紹一下 因為盧愛河教授是 我們洪魔的推手